3 2 2 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阿曼 我是鄭鴻宜 歡迎收聽 今天這個報道全世界 今天邀請到一個 我的16年的老搭檔 大家看到他的時間比我沒看長 這是余美人 美人好 大哥好 鄭大哥好 還有我們報道連報網的所有聽眾朋友 大家晚安 大家好 我是不秀民伯的美人 秀民伯 為什麼說你沒秀民伯 你自己叫自己美人不是要沒秀民伯 我以前開始做公佈的時候 我就說我是那個不建設的余美人 結果我覺得是大就跟我說 這樣說不太聽了 不建設是不好的 你要說沒秀民伯 沒秀民伯都好聽嗎 對啊 就比較好聽啊 有道理 對啊 就不能 總不能講自己舔不知恥吧 明時相符啊 這遲早要不相符的啦 所以呢 這句話以前練起來比較不難洗 不簡單耶 你這個聯報網 補充什麼 大千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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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主人電台 希望 發電還有希望之聲 這兩三四五五五個聯報 五個聯報 大概是台灣的覆蓋率都差不多了 現在你苗栗比較新竹 苗栗比較困難一點 其他都不錯 對所以你要知道 你今天講了很多人聽 好恐怖 目的也不就是這樣嗎 因為美人在婚變之後 他寫了一本書叫做 《放手是最好的祝福》 那我對這句話 老實講 我是心裡面滿欽佩 欽佩是因為 我覺得婚變的過程 美人對五十八公斤 三到四十八公斤 大概是瘦了十公斤 也就是說 如果你想減肥 婚變是最好的利器 那其實另外一個層面看就是說 他一定有很艱辛的一面 是啦 對吧 所以常常都說 美人你是怎麼散的 你也稍加一下 我說你快離婚了 阿桑就說 別說有胡椒 跟我們感情不錯啦 對啊 那因為你是一個艱辛的過程 有時候其實是牽扯到很多的隱私 但是每人願意把它拿出來 跟大家分享 我想你寫這本書一定有你的目的 目的是什麼 我感覺 其實原來沒有想要寫書 是出版社來找我 然後我其實敷衍他 我就說 我不想寫我自己的東西 因為你知道 已經做前期了 還會寫書 就很恐怖 前期是最恐怖的動物 對 那結果我就說沒有啦 結果他就說 他每天來 然後我就說沒關係 這樣好了 我們可不可以寫一本不一樣的書 那是不是讓這個所有的 我介紹一些朋友 就是參與這個過程的朋友 去訪問他們 看那個時候他們眼中的余美人是什麼樣子 我覺得這也許是一個方式 或者是說你只要十個人 我跟他對談這件事情 我不要寫自己的事情 對 結果他就很緊張 我給他一些名單 那這些朋友也都很熱情 就是說都答應 就那些專訪的稿子 先回來了 OK 我看一次就看過一次 後來想說 有人跟你吐嗎 沒有那個 你就要回憶過去的那些過程 對 然後我就覺得說 可是朋友對我還是肯定的 就說這個支持給我很大的一個力量 然後我就覺得 那好像可以把這樣的內容寫出來 可是其實這個書寫很久 你看我等於9月才出書 其實是去年的5月就已經在談了 對 所以其實已經醞釀很久 出版社很討厭 出版社總是把別人的離婚看成他們的錢 對 不過這本已經幫他們賺錢了 對 已經賣2萬本 然後呢 結果後來這些稿子回來 我在看的時候 哇 我就更多的 其實還是有很多的情緒 那我就寫 其實你現在看到的已經是改第七次了 啊 改那幾遍 我拿掉很多的東西 拿掉很多 我就幾乎是一個字一個字的 把它拔掉 這樣子對 然後這個過程裡面 加上我去上很多的課程 我們不是每天都在跟你分享 心靈成長的事情嗎 對 痴傷 然後這個過程又給我很大的幫忙 然後 後來我決定出是覺得 我當完成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還在想到底要不要出 因為不出也沒有什麼損失啊 而且頂多陪人家一點稿費而已 對 可是後來我覺得我自己得到很大的幫忙 跟療癒 那有很多人 像我們這樣的 名人啊 這個離婚事情搞到 比北韓四色飛彈新聞還大 那就覺得說 也許可以把這過程分享出來 因為跟我有一樣困難的人 真的很多 多 你沒有離婚你都不知道 原來有一群 有那麼一大群 離婚的人 對 也面對那麼大的困境 對 所以我常常在開玩笑 我說其實現在 婚姻要維持到別條街路 啊 百年好合 這是真的不簡單的事情 100隊裡面可能只有6隊而已 嗯嗯嗯嗯 真的 一定會算給你聽說 是是 對吧 現在離婚這麼多 兩隊一隊離婚了 所以100隊是不是像50隊 嗯嗯嗯 50隊裡面還有一半25隊 嗯 是那種 貌合生理 對貌合生理 啊 剩25隊 啊25隊裡面有一半是 呃 長期分隔兩岸的 哦 感情雖好 對啊 但是沒有辦法在一起 一個在北一個在南 或是一個在台灣一個在中國 對不對 對啊 這樣剩12.5 12.5 12.5還有一半 是 造化弄人 配偶死了 車禍啦 哈 或者是死亡啊 嗯 守寡守關 對 成6隊 就關寡孤獨嘛 嗯嗯嗯 所以最後只剩6隊 啊年輕有這麼批操嗎 沒有啊 所以 你可以在那個 呃 貌合生理的那個25隊把它走好 你就是 就可以把這個數字做大 其實這不是要跟大家考慮 這是跟大家說 婚姻真的不簡單 尤其現在的社會環 很進 情況底下 小家庭兩個人不合就走了 不像以前有大家族的前置 是是 所以 只能跟你講說 真的是不容易啦 嗯 好 這個美人這本書書名叫 放手是最好的祝福 喔 基本上其實 啊 上市到現在其實已經賣2萬本 所以可以說是 也算是 在這個 啊 時代 算是很好的成績啦 啊 對啦 嗯 賣書 不好賣 但是2萬本真的是很好 因為出版社老闆跟我說 其實賣1萬本就算很暢銷的暢銷書了 嗯 那 你講放手是最好的祝福 你曾經有過不放手的時候嗎 不放啊 嗯 嗯 我就不放啊 我要把它掐到對為止啊 嗯 後來才覺得 哈哈哈哈 你知道我的個性啊 對 掐到對 對 後來發現這就是我痛苦的來源 對 那個不放手可以舉例嗎 比方說在生活裡面 在生活裡面你就會覺得說 其實那個 你以為你不放過對方 其實你 你最後那個 你是掐住你自己 嗯 我應該這樣講 是掐住你自己 因為真的就 其實這件事情會搞成這樣 真的是覺得也出乎我所料 嗯 不就兩個人的事情 啊真的不合嗎 嗯 那就分開嘛 對 我想怎麼有那麼難 不過就是這麼困難 嗯 我記得你在書裡面喔 好像是 有一個宋老師 說你去那吃傷 我覺得這段寫得很好 這個要跟各位講 就是說 台灣的法院有這個服務 很多人都不願意 那很多人都會像我當初一樣 我怎麼就不怕歡迎啦 其實後來我發現走法院最快 嗯嗯嗯 那麼這個法院 法官在在 你會先經過協調 然後呢你會開庭 然後法官會根據你們的這個狀況 法官就是當時根據我們的這個狀況 因為我們有一些那個新聞的曝光 法官都有看 嗯 那他就認為說 小孩在這過程裡面受到傷害 所以呢 他就說 要安排小孩做諮商 嗯 那因為那個時 然後再來要安排我們 我 就是大人也要諮商 嗯 所以現在 欸 法院一黨最先安排是這樣 就是說 我有一個諮商師 我兩個小孩有兩個 個人一個諮商師 啊 小孩就像大姐姐這樣就對了 比較年輕 啊 我的前夫也有一個諮商師 嗯 我們我們四個人都要個別諮商 嗯 個別諮商之後呢 夫妻在 就是說前夫跟前妻在共同諮商 嗯 然後呢 前夫前 父 父跟母 共同諮商完畢之後的 父跟子 父跟女都在個別在諮商 哦 嘿 所以我跟我的女兒也共同諮商一次 嗯 我跟我的兒子也共同諮商一次 跟先生也諮商 嗯 對 那在 其實一剛開始去的時候 我當時沒有跟他講 嗯 你說我又散了 我說啊就又去法院啊 哈哈 你說每一次去法院就是受益共青 其實聽眾朋友 我本來三四公斤而已 我小幾 我 出庭一次我就三一公斤 你說壓力很大 所以壓力很大 因為說 因為我們名人喔 常常被我看到 嗯 真的那時候口罩也不知道 要怎麼掛 可以讓我有一個可以呼吸的空間 嗯 我還記得有一次去法院 然後呢 我們剛好是禮拜天要去諮商的 嗯 結果呢 有一個人喔 走錯路的 看錯人的 他穿西裝在法院門口 啊因為我們 雖然去法院 我們也是穿到很多很多 嗯 結果他就很看到我 他也沒看到我是四人 看我的穿差 他就說 來來來結婚的二樓 來結婚的二樓 我說我來離婚 哈哈哈哈 啊結果 因為那有的人在公正嘛 那一天就是開放公正啊 對啊 啊去諮商的一個過程呢 我覺得我得到很大的幫忙 所以我這本書裡面呢 我特地把這個 我的諮商的過程全部公開 這個還跟法院申請 喔是喔 嗯 不然不能公開喔 不能公開喔 那除了法官 諮商師跟法官可以看之外 其他人都不能看 嗯哼 所以我是希望 因為諮商師一定要透過這個諮商 他會寫報告給法官 法官才去判定說 這個兩個人的 他會看兩個人 兩個諮商師都會把 夫跟妻之間的諮商內容 並稱給法官 嗯哼 法官才會知道說 這兩個 這個婚姻還沒有必要維持 嗯哼 跟這兩個人差距 是有沒有辦法可以 可以 可以彌補的 嗯哼 這樣子對 所以我覺得 我在這個諮商裡面 我得到很大的幫忙 而且你知道嗎 這不用花錢 喔 諮商不用錢 法院安排 不用我們花錢 這樣盡量利用 不是說盡量利用啦 你說不要有負擔 了解 而且其實不是說沒錢 就不好 他這個很專業 因為他這個要跟法院配合 他都很專業 他們的專業有辦法 你可以用描述嗎 比方說問問題還是什麼 好 比如說他 你他在問 我第一句話我就跟他講說 欸宋老師 那一般的婦女像我這樣的情況 多久我可以過去 啊 走過婚變 對 我就有點挑釁 他說每個個案都不一樣 嗯哼 然後他就講說 那你告訴我 你 你 你的憤怒是什麼 他會先聽 嗯 欸其實諮商不是他跟你講的 是聽你講 嗯嗯嗯 然後他會引導你去講出 那個重點那個key point 對 嗯嗯 所以那個 一層一層幫你撥開 你就 你就發現最後你在氣的是你自己 嗯 哦 那個過程 對啊 他引導你了 對 然後比如說我 然後掀開來 我說啊大家都是我做決定 嗯 他都不做決定 嗯 他說所以你很生氣 嗯哼 所以你希望他做決定 嗯哼 所以你做決定比較快 嗯 他做決定比較慢 嗯哼 那你有沒有想過 他的家庭 是很父權的家庭 嗯哼 所以他沒有被 訓練 訓練做決定 嗯 我說那不做決定沒關係啊 為什麼別人做決定 還要批評人家 嗯哼 他說 因為 他的家庭也許就是這樣子 嗯 習慣就是 不能做決定 因為你做任何決定 都會被其他家人批評 嗯哼 只有爸爸做的決定 才是決定 他說你有沒有想過 他是這樣長大的 嗯哼 然後他就問我小時候怎麼長大 我就跟他講他說 OK 我知道了 所以你的啊 那種 心情的支持 是很夠的 嗯哼 所以才會讓你這麼的陽光 或怎麼樣 他就一層一層的去剖析 嗯哼哼 那時候我就突然覺得 欸對齁 我們在幹嘛跟一個 我們看到的都是 表象 可是他會去看到那個 裡面的那個 那個東西 對 兩個人之間的差異 真正的真正的地方 會去幫助 對 嗯哼 其實你裡面找到一個很重要 你剛剛講的就是說 做決定的問題 兩邊的差距 現在不是講誰對誰錯 現在是講兩邊的文化的衝擊 真的差距很大 譬如說你去吃麵 兩個人就有衝突 其實說我日本 最意外的就是吃麵這段 哈哈哈哈 討論的最多 是牛肉麵 我們就是 我們就是比較白 嗯哼 天亮講我們比較白 所以人家可以 離婚也是一個解脫 不是只有我們解脫而已 一直比一二三四 就是說 我們過幾分鐘就要做廣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們的暗語你也不曉得 哈哈哈哈 不知道啊 聽上朋友有一個人在你面前 在那一二三 我看 哈哈哈哈 那是畫圈圈還是說幽長 這樣一二三看不 好 每人講的這個朋友就是我的同事 也叫佳澤 他在那邊操盤 佳澤 當DJ 對啦佳澤我問你啦 你跟你們有結婚嗎 有 你跟你母去吃飯 這間餐廳我們就不會去過 我就點了牛肉麵 那他也點牛肉麵 我就說不要你點炒飯 這樣說 那個時候不覺得 事後回想起來覺得自己霸道 為什麼 我的理由是說 滿不離牛肉麵如果不好吃 我們是不是有炒飯可以吃 對 其實人是就要吃牛肉 因為肚子餓餓的不希望去甜 你一個不喜歡吃的 對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 他也要配合我 對 所以這個牛肉麵的事情引起很大的 結果他也要點牛肉麵嗎 沒有他就乖乖點炒飯 對 我們就是這麼飽 然後我們還有一堆理由 因為這樣才有風險控管 萬一牛肉麵不好吃 我們可以吃炒飯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 萬一牛肉麵好吃 就是余小姐我吃最多牛肉麵 是好吃的 炒飯不好吃 萬一牛肉麵不好吃 就是王先生要吃那個比較不好吃的 不好吃的都他吃 好吃的都你吃 我一定會 因為你點了一個牛肉麵跟一個炒飯 那如果他真的比較想吃牛肉麵 他就要拿一半的胃來去吃那個炒飯 對 我們在跟誰 你完全沒有聽他的內心想吃什麼 是 然後一個人配合你久了 他也會受不了 以後他點菜他也不用點 就聽你點就好 他就不點了 他不點之後呢 這個就是你一直做決定 他不做決定 因為別人做決定慢 我們就快 然後結果我們就不等人家 所以就是我們兩個節奏 真的不應該結婚 真的 那時候是你一樣的 你不應該結婚 是我不對 佳澤你要放什麼歌 我們訪問的是余美人 本節目因為重內容 所以不太重是歌 沒有放歌 我們沒有歌 對 訪問的是余美人 美人寫了一本書 放手是最好的祝福 今天來聽聽他內心裡面的話 跟給大家的建議 我們先休息一下進廣告 歡迎繼續收聽《波動轉世界》 我是鄭鴻怡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是我的老搭檔 16年的老搭檔了 余美人 美人姐 那他在婚變之後 出了書 放手是最好的祝福 我可以再補充一下 剛才牛肉麵的事情 請說 為什麼會引起這麼大的一個反應 跟回想跟討論呢 我覺得這也算是我出這本書 比較覺得有意義的地方 聽眾朋友 婚姻會使人產生惰性 然後呢 生活會讓你產生很多的慣性 相處會有一個慣性 我們如果沒有遇到這樣的一個風暴 我們都不知道我們的相處 其實已經出問題了 因為慣性跟惰性 惰性使我們不值得改變 惰性使我們不願意去改變 所以是不是其實 你今天的舒服 都是別人的容忍 因為我想過 你今天的自在 也是別人的忍耐 所以如果這樣的討論 出這本書有意義的話 就是現在還在婚姻中的你 因為真的啦 老敵人 心童是不一定比老敵人好 因為老敵人 什麼招大家都知道了嘛 對不對 也就是說你還要 好好的維持這個婚姻 你其實要透過這樣的過程 去做一個省思 你以為的 自然而然的事情 是不是 是不是 別人很多的努力 我那一篇新書發表會的時候 有一個婦女 就覺得很神經 她說溝通 溝通要有效啊 沒有效的溝通 很折磨人 真的 各位女人 沒有效的溝通 真的叫做碎念 她的問題在於說 她是一個獅子座的女人 所以她是對什麼事情 她都有主導性的 她非常氣的是她先生 每天回來 鞋子就是亂丟 因為她說得很氣 我就說沒有你舉例好不好 你是在氣什麼 你覺得這跟這個男人 不能溝通是什麼 她說鞋子亂丟 講不聽 跟小孩講小孩都會聽 跟他講他就是不聽 所以你就知道這個男人 他故意的 哦 要把你惹 當然 我就是不聽你的命令 我為什麼要一直聽你的命令 為什麼什麼都要照你的規則走 對 你是一個什麼都要放好的人 可是我就是一個什麼都不要放好的人 那應該聽誰的 請問你應該聽誰的 所以後來我們就跟她講說 所以你就要完全忽略這件事情 就發現她亂丟你都沒有在看 她就覺得亂丟沒意思 有道理 對不 我會說 我當時特別是像我們男人 是不太喜歡被指揮的 對 所以講過七次沒有效的就不要再講了 那表示就是沒有效了 你只能改變你自己 所以後來那天也是 許常德老師就跟她講 她說 你就跟著亂丟啊 對不對 但是她的性格她做不到 對 所以我們就會講說 你就是看 你不要講 OK 然後有一天她突然把鞋子擺好 你還去擁抱她說 我不敢相信 你願意為我做這樣的事情 誰抱誰 女的啊 女的抱老公 對 如果有一天她把鞋子放好 你應該去抱她說 謝謝你願意為我做這樣的事情 讓我這麼舒服 那如果老公一把把她推開呢 哈哈哈哈 不會啦 這種情況不至於啦 對 所以這件事情其實我們 很多的婚姻的折磨 都在瑣碎的事情裡面 把我們過去的感情 一點一滴的就留掉了 沒錯 對 我的婚變算是 呃 先是那個 應該是野稀泛濫 沖爪 沖毀了那個地基 可是表面的那個柏油路還看不出來 哈哈哈哈 突然吐屍流 欸 你如果一次吐屍流 又搶不得這麼接吻 對吧 所以平衡是地基在流失 對 那吐屍流來做 那都放去 但是我現在回頭看就是說 就像你信了主耶穌基督 上帝 這都是上帝最好的安排 嗯嗯嗯嗯 如果沒有經過這個婚變 我沒有辦法去回頭看我自己 原來是這麼的 巴虎難相處 然後自以為是 然後全世界我最重要 然後別人都沒有我厲害 那樣的余美人真的令人很討厭 嗯 不曾省私自己 不曾 嗯 我記得當時宋老師 宋老師 就是法院的諮商師 法院諮商師 對 他就有 他就有跟我講過一個事情 他說 你 有沒有想過為你自己做一件事情 我說 有啊 我想帶我媽媽出國 因為媽媽 我媽媽腳斷掉了 就不會出國國 嗯 他說沒有沒有 美人是健優好 我說沒有沒有 為你自己 我說對啊 帶我媽出去啊 我想為 這好像是為我媽做 嗯 他說為你自己 我說 我真的想帶米娜出國 因為從我婚變以後 他因為 因為在咋離婚官司 全部就是說 就是我們 入宿境管理局 我們都先 夾出份嘛 就通通不能帶出去 因為怕 婚姻關係裡面的任何一方 有什麼衝動 把小孩帶走 就 那個 就交回來了 所以 米娜被禁止了兩年 嗯 他曾經跟我講說 媽咪我好想出國 不然你帶我去桃園機場 繞一下好不好 嗯哼 他說有機場 感受一下 感受一下 王條很難 我說我想帶米娜出國 他說沒有沒有 為你自己 我說對啊為我自己啊 他說不對 你還是為媽媽 為你 沒有我們太自以為是 覺得我們都在為別人 其實 很多的生命課程是 你要回來看你自己 你自己圓滿了 正常了 OK了 你真的才能夠去照顧別人 嗯 否則別人被你照顧 因為你沒有看自己 你都在看別人 所以別人承受你的照顧 也就是你會希望從那邊得到很多的回饋 你會來滿足你沒有照顧自己的這個空虛 可是別人沒有辦法回饋你的時候 你就覺得別人忘恩負義 不知好歹 嗯哼哼哼 對美人 他書裡面一個後繼寫說 學習愛自己 其實愛自己並不容易做到 太難了 這是要經過很多學習的 嗯 然後我記得 其實我在諮商的過程裡面 我非常感謝的是 讓我跟小孩子之間 我們可以 有很大的一個幫忙 因為在婚變當中的父母 對小孩都有很多的虧欠 那 這個虧欠如果沒有好好的處理的話 其實小孩也得不到幫忙 然後你自己也很糾葛 嗯哼 所以我覺得那個討論 讓我覺得很大的一個收穫 我記得當時 諮商師問Mina說 那爸爸媽媽離婚之後 你覺得有 生活有什麼改變 他說有啊 以前都是 爸爸帶我去看病 嗯 現在換成是阿嬤 我就出 我就出手了 我說 還不是一樣 都看同一個醫生 因為如果小孩都看同一個醫生 這是以前爸爸帶你去 現在媽媽阿嬤帶你去 不是看同一個醫生 然後 諮商師就立刻制止我 他說 那你要聽他講 對 一定有不一樣 嗯哼 他說有啊 阿嬤每次帶我去 就一直叫我聊身高體重 因為對阿嬤來講 他帶孫的成就感 身高體重有增加 那就是他的成就感 你知道嗎 就是有變大 有大 阿嬤就覺得他有功了 這樣就對了 阿嬤 然後 那他不喜歡這樣 嗯 然後呢 結果諮商師就跟我講 他說 你要先承認他的困難 嗯哼 他有失落感 嗯哼 他一定有失落感 你不要覺得說 都看同一個醫生 你不准他有失落感 這是不對的 嗯哼 大家都要去談說 對 我也覺得我生活有些不一樣 嗯哼 那你的生活有哪些不一樣 嗯哼 然後我就說 那我跟他 我跟諮商 比如每次去都會講 上禮拜發生什麼事啊 或者上個月發生什麼事 我說我很意外的是 Mina的記性怎麼這麼好 我們去吃了一個 以前我們家附近的一個 一個美式餐廳 然後啊 我們去散步 那時候我常常跟女兒散步 然後她就說 媽咪你最喜歡吃這家的菠菜沙拉 我說 對 你怎麼記得 嗯 然後後來我說 我們改天一定要來吃 結果我們第二禮拜去吃的時候 她說 你上次點的是 檸檬、鮮蝦、義大利麵 嗯? 鄭大哥 那個餐廳是我一年半以前去吃的 她還記得 她記得媽媽 哇 可怕有筆了 少知道 哈哈 哇 她很貼心耶 很細微的地方她都記得 她都看 她有想記起來 所以小孩是在觀察你 嗯 然後後來她就說 這上次跟我講說 美人Mina在當媽媽了 嗯 啊 其實她在照顧你 哇 那個時候我就覺得 好 我一定要趕快把這課程上完 我要把自己找回來 把我的能力找回來 我要讓小孩是小孩 嗯 媽媽是媽媽 因為在婚變的家庭裡面 很容易這個家庭的虛偽會搞混 嗯嗯 兒子變爸爸 女兒變媽媽 然後原來的爸爸媽媽軟弱到 完全沒有辦法 了解 可是這個不能是長期的 這個如果長期的話 這兩個小孩會長歪掉 因為他們承受了他們不應該承受的 壓力 位置 站錯了 所以我們的家庭序 我那時候覺得說不對 我的家庭序位站錯了 嗯 怎麼會變成是 女兒在照顧媽媽 媽媽 因為那個可以是一時的 嗯 那是絕對一定會發生的 是是是 可是你要趕快把那個位置調回來 其實台灣很多家庭是 是 那女兒都還沒有長大 但是她已經在當媽媽的角色 當家長的角色 她已經在照顧爸爸跟媽媽了 沒錯 所以才會有那種 離婚後的那個女兒 如果是跟爸爸住 然後爸爸交了那個新的女朋友的時候 那個女兒簡直比婆婆還要挑剔媳婦 還要挑剔她爸爸的新女朋友 嗯嗯 你知道嗎 嗯 顯示那種事故 對那是不對的 因為表示那小孩站錯位置了 20歲 但是看起來可能50歲 不行 所以她就一直都站錯位置 所以這個孩子也痛苦 爸爸也痛苦 這樣子 了解 對啊 我們現在訪問的是美人 那美人的新書叫做 放手是最好的祝福 有時候我們都覺得說要捏住 事實上捏住其實會把它捏傷了 掐傷的是自己 掐傷的是自己 掐住的是自己 等一下後來我們再聊 先休息一下 繼續收聽《博度轉世界》 我是鄭鴻怡 哪有人一個公布都沒有放歌 因為你做習慣了 對 你應該學習另外一種方式 哈哈哈哈 要放手是最好的祝福 哈哈哈哈 我們人最習慣的就是什麼 慣性跟惰性 對 你沒有惰性 但你有惰性 對啊 好特別喔 你們的聽眾可以喔 我們的聽眾因為他有深度了 對 他不一定要有歌 因為歌會占掉很多時間 對對對 他喜歡聽像美人這樣有深度的訪談 這樣懂了嗎 你再說我也會 我也失望了 哈哈哈 了解了解了解 了解好 美人這本書放手是最好的祝福 是由黃冠出版社有一個 另外成立一個出版社叫平庄本 對平庄本 如果你想買的話 其實他這本書裡面有請朋友來寫 對美人的看法 那其中有一個朋友就說 新文娃娃娃的氣質 仲遠就問過我說 你知道仲遠嗎 我知道 我知道 他是有一天 對不起 這個應該是美人姐自己寫的 對我自己寫的 新文娃娃娃的氣質 仲遠問過我 美人姐你是雙魚座的嗎 美人姐頭都不抬的回答 我不是雙魚座 我是鐵座的 哈哈哈哈 這表是什麼 你精明感念 對啊 那跟我講什麼雙魚座 我沒有什麼優柔寡斷這件事情 所以那個時候的個性 你很驚嗎 很驚 非常驚 多驚 我應該是這樣講 就是說表面上 因為驚是表面上撐住 但是私底下很脆弱 應該這樣講 對應該是這樣講 私底下很虛 因為我知道我的婚姻狀況很糟 可是當然要覺得你好像 因為先生前夫長的體面 然後就一切都感覺 又生雙胞胎 有二有女 你還有什麼好 事業又成功 可是你裡面 你知道你把這個表面 撐得有多麼的心虛 嗯 對 都不知道這個 這對夫妻已經不講話很久了 嗯 多久 嗯 真正完全不講話 大概快兩年 然後很就是 很淡大概 大概五年 嗯 對 嗯 看不出來喔 不是看不出來 我要知道我要問這個問題 一定會被你罵 兩個人有睡在一起嗎 沒有 真的多久 很久 嗯 很久 天啊 那你還是表面出席什麼活動的時候還是要裝成婚姻幸福家庭美滿 你還是要講啊 怎麼可以沒有性生活呢 哈哈哈哈 這樣婚姻怎麼可以維持得很久呢 哈哈哈哈 如果呂文婉在講的時候 記不記得 哈 這樣不行啦 記不記得呂文婉在講的時候 啊 你有回答 對啊 這樣不行啦 Pienna你怎麼可以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是覺得好虛喔 哈哈 哈哈 所以我跟你講 聽人朋友不要被公眾人物的話 給蒙蔽了 他們其實沒有那麼厲害 他們很虛 哈哈 你對當時對服裝對體態也都沒有要求 沒有要求 我不在乎這些事情 嗯 我也用不到 那後來那個吃張師有說 我跟你講裡面有個Christine才寫的才好笑 那時候我想說 欸我們不是要去幹嘛 然後就是去百貨公司 我說欸 那個看喔 他童裝跟那個 跟那個內衣是同一個樓層 嗯 然後走過去的時候 他就說欸 你平常沒有在看內衣 我說 Come on I don't have to seduce anyone 他不需要勾引任何人 然後然後Christine就說 You don't have anyone to seduce 哈哈哈哈 你沒有任何人可以勾引 好討厭喔 反正就很好笑 他還在取笑你的婚姻狀態就對了 他非常知道 他非常知道 對所以 所以不要gay啊 有時候其實你知道 我離婚之後 我反而覺得活得很踏實 所以你那時候 這樣的ㄍㄧㄥ 是不是也帶給你很大的心理上的病 或者是你要看醫生嗎 要 嗯 我其實 其實婚變的過程裡面 我去看醫生 嗯嗯嗯 我那時候哭點很低嗎 你記得 我記得 喔你講到什麼你就哭 然後我其實非常感謝曾大哥 因為那段時間錄的哇哇哇哇 我大概只有開場完了 我就沒有講話了 對而且我都沒有跟你追索主持費 哈哈哈哈哈哈 然後還有 然後還有觀眾說 美人為什麼鄭鴻怡都不讓你講話 哈哈哈哈 天啊 然後我就跟他講 沒關係啦 我 他話多我話少 我們錢一樣啊 然後 哈哈哈哈 我就說 我那樣一樣耶 我算加班費 我算加薪 觀眾有所不知 其實我們現在又補回來 哈哈哈哈哈哈 然後 就那段時間非常的困難 所以我就到 我就 剛才Michael卡來 Michael 我知道 馬先生 你說你還好嗎 我說我不好 我很糟糕 然後他就說 他聽完 他聽一下 過來人 他就說 美人姐 你感冒了要不要看醫生 我說 要啊 你心裡感冒了要不要看醫生 我說我不要去看神經病的 什麼神經病 精神科 不要去看精神科 大家都看到我要吃藥 我不要給人家看到 他說沒關係 我幫你介紹一個醫生 你有人看精神科藥脸很大 他說沒關係 我幫你介紹一個醫生 好啊你去 我叫他給你看 私人門診 你就不用去醫院看他 這個醫生真的很好 他還幫我 幫我約 你看他真的很熱心 而且一定不是他的 不是去醫院 不是去醫院 好約在一個 青島西還是哪裡 然後呢 就我電梯打開一看 差點沒把我這個 Michael Maas 神經病 你知道我看他的照牌寫什麼嗎 台灣自殺防治協會 哈哈哈哈 你可能是想要自殺 中華民國什麼 自殺防治協會 對 我說我真的真的睡不著 會上心而已 我沒有要自殺 我要自殺我媽媽要怎樣 我家家要怎樣 你叫我來看 在自殺是要做什麼 結果原來是李醫師他的辦公室 李明彬醫師 他也是自殺防治協會的理事長 還是什麼的 所以還是會長 其實我不記得 所以他就在那個 他那邊的辦公室給我看 這樣我就不用去贏了 台大的李明彬醫師 他非常有名 對啊 結果 也就 其實我覺得厲害的醫生都是很聽的 他們很會聽話 聽話 問幾句話就知道了 對 他就 我已經跟他講了很長 我到時是講說 我一定要盡可能的告訴你 我的狀況是什麼 我的想法是什麼 才幫助你可以判斷我這個人是怎麼的 然後 所以我在書裡面寫啊 那個時候他就講說 所以你 做事節奏很快 我說對啊 我處理事情算快嗎 非常年快 他說你就是 希望大家都能夠圓滿 我說真的啦 我不喜歡有什麼衝突 那盡可能把事情做好啊 動作快啊 然後那個思考也很快 然後 問到最後我就說 李醫師 這不是我們應該被歌頌的性格嗎 對不對 求好 對啊 然後 他就說 是啊 但是過度的話 我們就會 不這麼看了 嗯 就是一個事情 中庸嘛 你剛好就好 你遭過 這都是困難的 他說 我們在醫學上 會把它叫做強迫型性格 強迫型性格 那這個強迫呢 其實不是強迫別人也強 包含強迫自己 嗯 所以當時我這個 他說 因為你的 你是一個做事情 很講受節奏感的人 所以當這個事情 你用你的能力去處理 其實我當時最困難的是 就離個婚可以處理成這樣 哈哈哈哈 沒那麼複雜嘛 很簡單的嘛 對不對 說一句 比較奢侈的 要錢拿給你錢 要人給你 要小孩給你小孩都好 為什麼離得變這樣 我當時很氣的是這個嘛 對 你還跟我講說 你通通放啊 我就跟你講說 這大哥我沒有不放啊 現在就不知道怎麼弄啊 嗯嗯 了解 對啊 因為這不是牽涉你而已 還牽涉到對方 對 然後結果他就說 所以你的痛苦的反應會這麼大 嗯 因為事情不照你的節奏 然後結果後來我就跟那個Chris講 我就說 醫生說我是這個問題 他說對啊 這種事情對我們來講 就沒有那麼難 因為我們從出社會 就沒有照我們的節奏過 嗯 嗯嗯 你太運氣好了 你運氣太好了 嗯 你做什麼人家都聽你的 他說因為Chris Chris以前也是製作人 嗯嗯 他說你知道嗎 我們為了應付你這種主持人 我們永遠打亂我們的生活 跟工作的節奏 你一個不爽說 說不錄了 或直錄四集 第五集不錄了 我們就要去退通告 嗯 我們就要去挪 我們就要去想辦法 嗯嗯 事情從來不照我們的節奏 所以不照我們的節奏 我們都能活 因為我們習慣事情 不照我們的節奏 了解 是你余小姐運氣太好 事情都照你的節奏 當別人不照你的節奏 你就這麼痛苦 真的 我是你有所感 你屁 哈哈哈哈 我配合了16年 哈哈哈哈 有沒有道理 有道理 有道理 其實是真的 所以一個人不要說自己多厲害 你這麼厲害 都是別人 很多人給你配合 自己真的 那都不簡單 不過我要幫美人 就澄清一下 因為有個雜誌說 它是強迫症 強迫症跟強迫型性格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 那不怪那個雜誌 因為它封面登得還不錯 哈哈 照片用得很漂亮 照片用得好 所以我就給它 所以就原諒它了 我怕它說 把我改成強迫性性格 給我照片很醜 哈哈哈哈 你再誤了就這樣 我比較難看 所以因為我告訴你 照片只要用得好 各位媒體聽懂了 你照片只要用得好 你說我是瘋子 我都不告你 哈哈 所以你的強迫性性格有變 哈哈哈哈 OK我們現在訪問的是余美人 放手是最好的祝福 來休息一下 好歡迎繼續收聽 《不斷轉世界》 我是鄭鴻怡 我們今天邀請的是美人 大家好我是余美人 美人 她剛剛有講到說 以這個黎明病醫師說 你是強迫性性格 你最近搬家 你也有催促你們女兒說 你今天看一看的 說到這實在是 現在所有的修養 在一世間就破滅了 我搬以前就跟她說 我們要搬家了 你趕勤 對吧 你如果要搬的東西 不要搬的東西 你趕勤 你知道小孩就是這樣 我們死又變大 那就是 好了要用什麼負面的詞 哈哈哈哈 她就是跟你 跟你這樣 都說好 都沒辦法 這樣 叫人家卡車快到老闆 你知道嗎 啊不好 喔呦 我照看著都裝箱就對了 就媽媽自己來 對啦 我給她裝箱 她丟就丟 我說你趕快決定 對啊 因為我這次搬家是因為 我只要過去的東西都不要 嗯嗯嗯 了解 我要過一個新的生活嘛 有些老師就跟我說 欸 我搬家又看的SOP呢 嗯 整個碗啦 豬啦 剩下一半的醬油醋啦 糖啦 通通不要 就是拋棄 連醋糖那個都不要 都不要 所有的醬料打開過的通通不要 因為我要拋棄過去的酸甜苦辣 哈哈哈哈哈哈哈 超不會新的 我就把我們女兒戴帕蓮金帕蓮 跟阿嬤戴金帕蓮 我去買金帕蓮 既然這個年代什麼人戴金帕蓮 他都辛苦要戴金的東西 我去買一個很年輕的金的角 你放在手裡 去搬家店之後就先喝一頂水 金的角給他彈過去 為什麼 金髓暖污啊 富貴逼人你不知道嗎 是是是 要用金子把那個水裡面煮 煮到 把那個水大家房間放一面湯就對了 還把我媽媽交代說 你家庭的油在旁邊就吃好 去新宿頭一天不能吃油 不然我們吃油吃很久 我說你如果疼 你去阿姨那裡你不要在家裡提 沒有 日落以後才可以 不然你會臥病再闖 這麼多禁忌 不是 因為我們是一個新的開始 新的生活嘛 對不對 所以你看我們這麼認真啊 還要用那個 這麼慎重其事 結果女兒子並沒有配合 是 結果她的東西就是不需要用 結果我不管我都拿來這樣就對了 有的確是我覺得就不會用了我就等了 有些都她都不知道她以前的東西這樣 那你問她什麼要不要她都跟你講要 那這樣就不用丟了嘛 對啊 那後來是 哇她怎麼靠 我說這個不要了那個不要了 她說你不要再幫我決定 什麼東西對我重要什麼東西對我不重要 我覺得她很丟臉 對啊 她的人生 她的生活的軌跡 為什麼由我來決定 什麼重要什麼不重要 你知道我好笑 我當時那相比的錄影帶 我都想說 這以後她結婚的那個錄影帶會不會用到 好會用到我再留 因為不是要回顧新娘從小到大的生活嗎 反正跟這個結婚錄影帶沒有關係 我通通看 她就吵架 後來她就說她告別一個舊的環境要有一個過程 她跟我不一樣 的確啊 對 每個人都跟 她講的那個話 就是說你不要跟我決定什麼重要什麼不重要 這個是對的 可是她一直不整理這個事情實在是不對 我說我 所以我後來也跟她講 就像你說的 我說但是你自己要做 對 因為別人沒有辦法幫你決定 你不決定那我只好幫你決定 有後來也跟她講 是是是 那美人其實我覺得 那哪一天你來發問我搬家的禁忌 漂亮 久了 久了不能走 你聽我感覺不 所以我們離婚後要搬新房 一定要問我 你有很傳統的一面 可是你不覺得聽得很舒服嗎 對 今天把她彈下去 我說但是今天煮一煮是怎麼會派的 你今天我看你派的拿來給我 是一個人沒有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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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親愛婦都在這裡 今天煮會派 OK 其實今天煮後 你不能用手去摸 因為很燙 它會聚熱 是是是 我看你後來我來拿 你會聽到 學習愛自己我覺得那個很重要 那你剛剛有講 就說慈喪師有跟你問問說 你想要做什麼 結果你說要帶媽媽去出場 不然說那不是愛自己 我要帶我女兒去出場 那也不是愛自己 後來你是怎麼愛自己 你的回答是什麼 我就是一路在想 我自己要什麼 對 到現在都還在做這個功課 啊 沒想到嗎 沒有啊 你光是這個 你這個想就已經是 關照自己的需要了 這個動作就很重要了 你不會想出一個ABC 三個方法或是三個願望什麼 不是這樣的過程 了解 是你開始去關注自己 這是我想要的嗎 我希望別人這樣對待我嗎 嗯嗯 我要讓人家這樣對待我嗎 我其實 而不是今天要一個寶 明天要一雙鞋 其實你最後要的真的不是這個 你會去關照自己 嗯 我跟你共識十幾年 我覺得你這段時間 婚後啦 你看得出來你對身材的重視 離婚後啦 離婚後 離婚後 這個身材的重視 還有身材的保養 體態啊 還有你各方面的身材 其實都變得非常好 嗯 那你現在還對婚姻 或者是對愛情 會有不一樣的期待嗎 我覺得完全不一樣 嗯 我覺得嗯 你最後還是會是一個人的 嗯 這個這個邏輯如果沒有的話 這個想像沒有的話 你就很難 嗯 你你離婚之後 你會很想有個依靠 嗯 因為你你你你傷很累累 嗯 可是這時候你要非常的緊 提醒你自己 所有的在婚變當中的男生跟女生 嗯 你一定要先整理好自己 嗯 然後你再去 你你會跟一個想像的依靠黏在一起 其實那反而會讓你可能跌入更糟的狀況 對 你會想像出一個依靠 嗯 對 然後這個人就投射 你就把這依靠投射在一個 就出現在你身邊的人 這個是很危險 可是那個想像的依靠 那個真正那個依靠 用不是沒有出現 真的不是 嗯嗯嗯 所以一定要沉住期 嗯 你等自己 我都說齁 我拿水起來齁 水底起來 你也要照顧一下 衣服也好搭 是嘛 整身褲沾河 等我齁 等我齁輕鬆起來 你就知道不是這種小臉 哈哈 哈哈哈哈 輕鬆起來就衣服 輕鬆就衣服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擦門就浪浪 哈哈哈 情依又到胖胖 哈哈哈哈 OK 好我們訪問的是余美人 美人的新書 放手是最好的注 我們滿本的喔 暢銷書 就是很好很好的書 謝謝謝謝我們的普特連部網 的所有的聽眾朋友 給你感謝啊 謝謝喔 好我們也感謝美人 感謝大家的收聽 明天同一時間再見 拜拜 拜拜